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传媒朋友早晨 多谢大家今早来这个记者会 稍后行政长官会先向大家发言 之后接受大家提问 因为疫情关系 请大家在记者会中 都时刻配戴口罩和尽量保持距离 我们现在先请行政长官发言 各位传媒朋友 各位香港市民 近日香港在新冠病毒的确诊个案上升 而且再次出现了一个非常大型的感染群组 所以特区政府会严阵以待 强化我们相关的措施 其中一项 就有关于疫苗接种 因为无论是本地 内地 以至国际的专家 去到这个阶段都认为 要真正的走出这个疫情 都是要靠普及有效的疫苗的接种 我早前都说过 相对于很多地方 香港是幸运的 我们已经有相当充足的疫苗供应 也都将接种疫苗的基建建立起来 现在是需要更多市民 是出来为了保护自己 保护家人 以及保护我们整个社区 是接受这个疫苗的接种 由今早九点钟开始 市民可以预约接种的群组 已经扩大到涵盖 16岁或以上的市民 接近八成半了 因为在昨天 就公务员事务局局长 及食物及卫生局局长 也都已经宣布了 会扩大这些可以预约接种的市民的群组 涵盖已经是我们人口里面的550万 增加了的群组 是包括30岁到59岁的人士 因为早前60岁或以上的香港居民 已经是可以优先接种了 另一类就是香港 接近三四十万的家庭的佣工 第三类就是香港的学生 他要出境即是离境 无论去内地或者海外就读 16岁以上的学生 都可以来预约接种 所以我在这里呼吁 所有属于可以预约接种疫苗的香港市民 都能够尽快来预约接种 刚才我说了 要疫苗接种都是要方便市民的 所以所有的接种地点已经全面启动了 包括27个社区的疫苗接种中心 大家去过 我自己亲自也都去看过 都是地方很宽敞 那个安排很顺利 我都跟去过这些中心接种的市民谈谈 大家都觉得是很顺畅 也都很安心的 除了这27个社区疫苗接种中心 另外可以去预约接种 18个医院管理局的普通科门诊 以及接近2000家的私家医生的诊所 特别是如果有些市民 他平常都有看开医生 是有个家庭医生 来到去管理他的长期的病患 我自己个人意见 最好去回自己私家医生的诊所 来接种新冠疫苗 医生亦都能够做更好的评估 全球的情况也是 在这么大规模的疫情的情况之下 疫苗的接种都会有一些异常的事件 接种了的人士会出现异常的情况 无论是轻微或者严重 对香港来说我们是非常重视 所以早已成立了一个新冠疫苗 临床事件评估的专家委员会 专家委员会亦都非常努力 每次有严重的个案 他们都差不多第一时间召开这些会议 到目前为止 那几宗的严重的个案 涉及死亡、中风 专家的评估都是同接种疫苗 是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 所以市民是可以放心去接种这些疫苗 因为今天在香港政府的疫苗 接种计划下面的两款疫苗 都是同样经过专家的评估 在香港安全有效地使用 而这些疫苗亦都在内地和世界很多地方 是广泛地使用的 我想是有超过一亿的人次打过这个疫苗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放心 以及以科学的态度来看疫苗 对于早期有少少医生 私家医生表示关注 卫生硕昨天也是经过专家商讨之后 发布了临床的专业指引 给我们的医生参考 但我相信作为专业人士 尤其是如果跟他打针的市民 对他平常照顾的病人 我相信我们的专业医生 亦都可以作出一个非常谨慎的评估 给他们的病人或其他市民 接种疫苗 说到这里 看看大家有什么提问 现在提问时间 请提问的记者先举手 喊到你之后 先介绍你全民机构 然后用麦克法文 左手边前排 蓝色衫这位女记者 请提问 早晨TVB 想问一下张晓明副主任导港 林太太会不会去拜会 会跟他表达什么意见 例如资格审查委员会 立法会各界的组成比例 其实自己有没有一个想法呢 另外曾博卫局长说 暂时目标仍然是 29月5日就举行立法会选举 但如果岸人大的决定 事前可能还需要有选委会 资格审查委员会 其实只有不够半年的时间 是否真的可以如期选出 时间表是怎样呢 麻烦 两个问题都是关于 我们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 首先很感谢中央 今次派出一个很庞大的队伍 由港澳办 举办不常务的副主任张晓明先生 是带队来到香港 密集式地在昨天开始 一直应该是到明日 就举办几十场这些座谈会 我留意到 无论是张主任 或者是乐主任 或者是张勇主任 他们都是强调今次下来 是按着全国人大作了决定 那个基本的原则 以及那个框架 以及一些主要的要素 你得听意见 所以他们是没有再去发表究竟 刚才你问到有些问题 第二天在全国人大常委会 修订附件一附件二的时候 会是怎样写 因为目的是听意见 所以我是见过张主任 我昨晚是见过张主任 但是纯粹都是尽地主之宜 人们来做一件那么重要的事 但是行政长官在这个工作里面 提交意见 是不需要在这几天的 如果你留意 早前在北京 在通过这个决定的过程 中央官员的讲话 以至到应该昨天都有重复 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们已经听取了特区政府 特别是行政长官提交的意见 不过正如我早前回复 都是传媒的提问 我就不适合跟大家去讲究竟我和中央 就着完善选举制度 提交了什么意见 但当然我们一直会扮演这个角色 就是提交意见 一直到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了附件一 就是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 附件二 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情绪 就交给我们进行本地立法 因为本地有很多关于选举的法律 需要作出相应的修订 例如是选举委员会的条例 或者行政长官选举的条例等等 第二个问题正正就是 关于本地立法的时间表 和立法之后的选举的安排 在去年我们因为疫情很严重 是压后了换届选举 即第七届立法会选举一年 当时的法律是写明 是今年的九月五日就是投票日 当然你刚才都计得到 九月五日距离今天就是五个多月 在五个多月里面是否能够完成所有的程序 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附件一 附件二 香港特区 就是由政府提交 立法会审议通过的本地法律修订 然后如果按照修订了选举法 要重新进行选民的登记 以至到安排选举 是一个很密集的过程 也是很紧臭的 因为是一步接着一步 人大常委会未修订附件一附件之前 我不能够启动本地的收法 因为我也不知道具体的内容是什么 所以是有很大的难度 不过是未能够提供给社会知道 如果在这里另一个立法会选举的日子 我相信曾局长也是说 现在摆在我们的法律里面 仍然是2021年9月5日 是进行第七届立法会选举 但是当我们对这个情况 掌握得更准确之后 我们会和大家公布 这一次的第七届立法会选举 是预期9月5日举行 林太太你好 商台 想问回政改方面 见到你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 就说还会有综合条例组案的方式 去提交立法会 想问回那个方式 会不会规定了那个审议的期限 会不会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 是否都是以9月第一场的选举 无论是立法会还是选委会 这个时间表为准呢 还有想问回疫苗接种率那方面 是否陈兆史局长就说 如果那个接种率不达标 就要收紧那个防疫措施 想问回政府内部 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接种率 是达到多少才会收紧呢 麻烦 多谢两个问题 第一 在完善选举制度里面 是要修订多条本地的法律 我曾经说过 都是可能超过20步 不过里面有些是主体 的法例 有些是附属法例 因为很多香港的选举活动的安排 寫得非常细致 而且是放在那个规例里面的 所以我们修订了 主体法律的某一些部分 可能就是我形容 牵一发动全身 是需要修订回 在那个附属法例里面的规定 甚至在另一条的主体法例 如果它是有和这条有相关的 也都要一起修订 所以所谓一个综合的条例 不是一个新生的事物 有时候为了做一件事 我们需要修订香港不同的法例 或者是附属法例 都是综合式的做 否则我们就要在立法会 不断地提交 某一条主体条例的修订 是没有什么特别的 我相信如果大家看过往 我们时常也有一些例子 这是方便我们提交 也都方便立法会審议 因为它们是相关的 我们不会把完全不相关的政策目的 是放在一起的条例草案 一定是它们所有的修订 都是达至一个政策的目的 在今次就是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 包括行政长官选举 和立法会的选举 审议的期限 一般不应该由行政机关提出的 因为审议政府提出的法案 从而通过 有修订或者没有修订的通过 是立法会在基本法之下的 限制功能 所以这个是 不会我们去提出一个期限 如果大家留意我们平常的做法 我们讲的立法的时间表 一般都只是讲 在立法会首读 和进入二读的日子 我们是不会写在哪一天 是需要恢复二读和三读通过 因为这样就是不尊重 立法会的审议功能 但是由于未来十二个月 要进行三场选举 我想立法会议员和香港市民 都不愿意见到 是做不成这些选举的 尤其是因为下一届的行政长官选举 是需要在2022年的三月 应该是三月底 是要进行的 所以我都和立法会主席 梁君彦是初商过 如何可以让议会有更充足的时间 来到去进行这个 条例草案的审议 其中一个方法 就是当然我们加快我们的工作 就是当全国人大常委会 做完附件一附件二之后 就是我们在很短时间 可以提交本地的法律的修订草案 但是这个是有困难的 因为我们是有先后的 都要看了大概是如何修订 还有因为要修订这么多的法律 和附属法例 是要很仔细 只是去核对 有没有改漏了 有没有改错了 都是一个非常龐大的工作 不过特区政府已经成立了专责的同事 在政制及内地事务局 和律政司来做这件事 所以我们加快工作 是有利于立法会可以尽快审议 立法会加会 或者立法会聚焦做了这件事 将他们其他的工作 暂时放一放 也是一个方法 是可以加快这个审议 第三 当然在审议过程 政府的当局是会全面配合的 如果立法会员在审议过程 有些提问 往时可能要一个星期才回答 我们要求同事尽快 最好一两天就回答 让立法会员的审议 可以是更加高效率 所以这几个方面的工作 我们都是会做的 第二个问题是 关于疫苗的接种 和香港的防疫的措施 我希望的说法是我们呼吁 鼓励方便市民去接种疫苗 达到一个较高的比例 我们就会在社区出现了一层的保护网 或者有人认为是一个 群体的免疫 无论在本地现在实行的防疫的措施 例如很多社交距离的措施 或者是人员的往来 比如去外国或者入去内地 都可以得以放宽 我不希望出现一个情形 就是我们还要收紧现行的措施 令到市民所谓的就范 就是要打 因为香港是一个很自由多元的社会 我也不太相信这种很强制性的措施 会有达致我们想看到的理想效果 例如大家看到我们每次做限制及检测宣告 做完之后再去检测 一定有一定数目的市民 是在那段时间没有接受过病毒检测 同样地如果有一座大厦 曾经我们发出了一个强制检测公告 隔了几天之后我们去那里执法 又一定会找到不少的市民 是不理我们的强制检测公告 宁愿给我们罚五千元的 所以在这样的社会的氛围 或者是文化之下 强制去打针会不会达致我们想看到的效果 我很有疑问 所以我希望是让市民有积极性 甚至是有因来打针 就是如果大家都打针 我们早点就可以做回我们想做的正常的生活 特别是关于两地人员的往来 因为我听到的诉求是非常大的 所以希望大家传媒朋友都帮忙 就在这里呼吁市民接受这个疫苗接种 今天最后一条问题 左手边后排近中间的女记者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所以在你的判断 在你的判断 请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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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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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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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British Consulates had expressed concerns about the possible separation of children from their parents during quarantine. Thank you. Okay, thank you for the three questions. I'm afraid as far as the first question is concerned, I could not disclose any details about the actual proposals that will go into the revised Annex 1 and Annex 2 of the Basic Law. Except to say that if you could look at the decision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there are two figures. One is 1,500, the other is 90. And both are moving in the direction of expanding rather than restricting the representation, the participation of people in the electoral system. So the future election committee will be expanded from the current 1,200 to 1,500, whereas the number of legislative council members will be increased from the current 70 to the 90. But I cannot go further into the details because this is the time for the mainland officials to listen to the opinion and views of the Hong Kong people. But I would just draw to your attention that when this reference was made to the election committee by Mr. Wang Chen in explaining the draft decision, he emphasized that what we are aiming at in adjusting the election committee is to ensure that it is more broadly representative of the interest in Hong Kong, is to reflect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Hong Kong, and to ensure that in future, more people will be representing the holistic interest rather than the sectoral interest in Hong Kong. So I'm sure that ultimately the sort of composition of the 1,500 and the composition of the 90 will be based on these important principles. Now, the second question, I will give you the same answer because whether it is the Honourable Tam Yuzhong or the Honourable Ronnie Tong, they expressed their own personal views on this very important matter. So some 1,000 people will be met by the mainland officials in these three days. So I'm sure that you will hear more views from individuals about what they like to see insofar as the revised Annex 1 and Annex 2 are concerned. Now, the third question is about Hong Kong's anti-COVID-19 efforts. Now, I have to say that in such an important matter as public health control, we are acting in strict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and everybody, everybody is treated equal before the law and in terms of our epidemic control measures, regardless of their race, regardless of their status, their identity, whether they are more resourceful or less resourceful. This is a fundamental principle in Hong Kong, and we will abide by that principle. So as far as the two confirmed cases in the web, who are staffed in the United States Consulate, well, by the way, first of all, these two cases were identified through our compulsory testing in the form of RTD, that is a restriction testing declaration. Otherwise, because they do not, they do not, I hope they still do not have symptoms, and they will not be easily identified, and they might become very infectious in time to come. So insofar as our epidemic control work, the two confirmed cases will be sent to a public hospital for isolation and treatment, and they have already been admitted into the hospital last night. That's point number one. Point number two is for the close contacts. For example, family members living in the same unit, they will be sent to the quarantine centre if they do not have symptoms yet. So this is the same arrangement. But we are a compassionate government, so we have been applying this exceptional treatment where the close contacts are young children of the parents, and the parents are confirmed. So instead of sending the very young kids on their own to a quarantine centre, or ask other relatives and friends to go into the quarantine centre with these kids, we will exceptionally allow the admission of the children into the hospital as well. And of course, within the hospital, there will be appropriate arrangements for the parents and the kids. And again, in this case, we are applying that exceptional treatment. Not exceptional because they are U.S. consulate staff, but exceptional because of the family circumstances. So as far as I understand, they have a couple of children, maybe two daughters. They are also admitted into hospital last night together with the parents. And by the way, just before I left my office, I received an information that perhaps one of the kids has also been confirmed. And this is only natural because this virus is quite infectious and they are very close contacts, living in the same family. And as far as the workplace is concerned, the policy is when there is one confirmed case, then the workplace has to be subject to a compulsory testing notice. In other words, the staff and visitors to that particular workplace, and in this case, the U.S. consulate, during that very specified period, they have to go through compulsory tests. And this has also been done. And fourthly, is we will do extensive contact tracing. The CHP, the Center for Health Protection, will do extensive tracing of the whereabouts of these two confirmed cases working in the American consulate, insofar as within the workplace and outside of the workplace. So we have already discovered that they have been to some restaurants and so on. So we will continue to do this work. and I'm happy to notice that the U.S. consulate has also issued a press release yesterday that they will follow our advice and support our work in this aspect. And they have already closed a consulate to perform a sort of deep cleansing of the premises like the other workplaces that have confirmed cases. and so we will continue to work with the U.S. consulate to handle this case. We have no policy to deliberately separate children from their parents, but the public health concerns have to be respected because it is good for the community at large.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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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